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从文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很多人都知道有所谓的二十五史 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现在从地下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 它们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可能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 而考古学家们正是从这些地下的宝藏当中搜寻历史的信息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考古学家卢兆印的故事 故事要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说起 那年夏天位于河北省满城县林山的一次考古发掘 无论是对于卢兆印本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国的考古界来说 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1968年6月在河北省满城县发生一件奇特的事 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在山上施工爆破 一声巨响过后 山上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崩落许多石头 在前去观看时 一名战士的双脚失去支撑滑了下去 不一会儿班长带领几名战士爬下来 他们打着手电筒 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大骨头和造型奇特的铜器体器等 好奇心促使他们向前走 不想里面的空间越来越大 东西越来越多 战士们当时以为这是一件地下的庙屋 他们选取了几件自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 其中一件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的字样 随后他们将洞口重新封堵 并留下两名战士隐秘保护 后来河北省文物工作队专家 根据铜器上中山内府的名文认定 这是一座西汉古墓 随即这个重大的消息层层上报到了中央 6月18日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举行欢迎坦桑尼亚总统盛大宴会的近期 将河北满城发现七汉古墓的消息 告诉了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墨若先生 他希望郭老负责办理此事 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 派谁去负责主持发掘工作呢 如何才能妥善地保护起这些珍贵的地下文物 这个神秘的墓葬又会带来哪些重大的发现 因而对米地去满城参加发掘的人员名单 郭老无疑要甚至又甚 郭墨若报给周总理的名单上有三位考古学家 卢昭印正是其中之一 卢昭印1927年生于福建莆田 他自幼聪明好学 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 毕业于原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 他是一个平和细心的人 是唐代考古方面的专家 由于文革的爆发 卢昭印已经两年没有从事业务工作了 所以他特别珍惜这一次去满城参加考古发掘的机会 但是他一定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考古发掘被写进了中国考古的历史 也影响了自己后半生的研究方向 突然知道署里头要决定派我去参加这个发掘工作 心里非常激动 也非常高兴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当时情况下 一切业务工作都停止了 又有满城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汉目 能够去参加发掘 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6月22号 郭摩洛先生的办公桌上摆放了周总理的皮信 还有一封给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亲笔信 总理要求部队携帮此事 随即中科院召开了会议 决定派出包括卢道印在内的九名工作人员 从北京出发 25日 卢道印率队由北京出发 为了保证工作顺利和人员安全 一路上都有部队保驾护航 满城是河北省中部的一个县 县城西南有一座山 当地人叫它灵山 这座山就是西汉古墓的所在地 灵山位于满城县城西南 大约1.5公里的地方 我们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灵山的方位 就在这样的一个方位 灵山整体的形状像一座太师椅 您仔细看一下是不是特别像 而这个墓葬就在太师椅的怀抱当中 坐西向东 可谓是紫气东来 正是中国人传统的风水宝地 而卢兆印他们在山脚下调研的时候 发现非常奇妙 有一个村子就叫守灵村 守灵村在灵山不远的地方 而村民们就告诉卢兆印他们 我们的祖先世代是给人守坟的 但守的到底是什么人的坟呢 他们并不知道 1968年6月26号 一支由考古人员和解放军战士 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上了灵山 在当时灵山发现旱墓的消息 不禁而走 每天都有长批的人蜂拥而至 当地驻军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日夜严密把守着灵山 考古队上山后 为了紧念不改变木洞内的温度和湿度 仍然利用解放军战士 无意间炸开的木道出入洞内 按照考古惯例 他们给这个木洞取名为一号灵 这个洞口就是当时工程兵部队 在进行国防施工的时候 从这里往西打坑道 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洞往里头走 当时有走的话 这个给外面的温度就检查 不要来个大 当时正是夏天 解放军当时挖坑道 就是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发现了下面有一个洞 这个洞它当时也黑的 什么也看不见 这个上面这个就是浮原的 画了当时解放军从这个洞口往底下看 当时就用手电筒 手电筒大概也只能够看到一些马骨架 然后呢 有一些车的金属的构建 它那个画了一个车轮 实际上军轮也已经都 太阳人都熟烂了 卢兆印等考古队员沿着这个意外发现的小洞 进入了墓穴 他们立刻对墓室进行了初步的修理 墓室由墓道 永道南尔市北尔市中市和后市六个部分组成 南尔市是车马房 北尔市是库房 存放了大量的淘气 这里画了四辆车 然后这个地方画不下 这个南尔市太短了 这个地方还画了两辆车 因为六辆车十六匹马 就是换在 从那个洞门南端一直换到这里 对面 这个就是北尔市 北尔市当时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后面现在看不大清楚 后面画不下了 开头只换两边 人还可以走进去 那个大的十六个淘干就是换九的 那一个酒干都有六七十公分长框 所以可以换 它上面都有写字 就是有福酒 有道酒 那叫九达 和这个善中下 都写了善尊酒 就是汉代最好的酒 叫善尊酒 中市是一个瓦顶墓结构建筑 欢红富丽 像跟墓主人生前应饮作乐的大厅 而墓室的核心位置 也就是棺木以及重要随葬品所在位置的后室 还没有打开 卢高音决定 暂时先对已发现的随葬器物进行编号绘图以及文字记录工作 关键很暗 所以我们就给工程兵部队的领导体把高压线能够拉散散 这样子的话 我们清理工作的时候就能够解决这个照明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我们清理的时候 是让一千瓦的灯管 然后两个灯管 并连差不多就是两千瓦的灯管 我们重新把这些泥土瓦片重新挖出来 让塞子塞过 塞过以后 确实又发现了一些六斤的小箭汽油 用于针酒用的金针和银针 卢高音在经过了仔细的研究后证实 这些金银一针竟然是我国最早的针酒疗法用针 看着手中的小针 卢高音感慨万分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 一个严峻的问题又出现了 墓穴内十分阴冷潮湿 湿度接近饱和 而洞外却是炎炎下人 卢照应他们在洞内工作还得穿上部队的棉大衣 因此他们在墓穴内每工作一个小时左右 就必须到洞外去晒晒太阳 在这样的环境里 主持发掘工作之一的王仲书同志 回关节出现了问题 不得不回北京治疗 因此现场主持发掘的担子 就落在了卢照应一个人的肩上 墓董的宝库打开了 一件完整的金铝玉衣震撼登场 整个墓董的神秘面纱即将被揭开 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看到了 整个墓室的这样一个结构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墓葬是非常大的 从墓道到后室整个的长度 大概有五十多米那么长 而墓室当中最高的地方将近七米 我们看到南尔室是存放车马的地方 而北尔室是存放生活用品的仓库 墓室的正中间是一个瓦顶 墓结构的大厅 象征着墓主人生前饮酒作乐的地方 而最重要的是这个后室 是存放墓主人的棺果 和最重要随葬品的地方 面对这样一个豪华的地下宫殿 卢照应的心中充满了期待 在后室有怎样的惊喜和发现 在等着他们呢 在清理工作进行了几天之后 卢照应将主要的经历转向了后室 然而后室有着一道坚实的封门 想打开它 明显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个就是后室的封门 在汉白鱼的门 当时我们进来的这两门还是关得很紧的 从外面推不开 然后这个边站现在就成这样 上头有空气 门框给这个山洞的顶部 能够爬进去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上面爬进去 然后到看看里面有什么机关 后来看确实有一个我们考古叫顶门器 顶门器也就是前清后重 门从里面关 关了把这个顶门器压下来 门关过去以后顶门器又 这个前面清了 又竖起来了 所以就顶住了 推不开 我们从这进去以后 把顶门器全都把它压下来 全都把它压下来了以后 这门就能够开了 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房屋 里面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覆盖 当清理完草木灰以后 卢照应发现 这里的随葬品几乎让人眼花缭乱 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件错经博山炉 后来它成了举世文明的国宝级文物 卢照应在这里 先后发现了各种流金器 铁器 烫烂的铠甲等等 大批的文物被清理出来 考古队员们希望能够发现墓主人的遗骸 但是他们却意外发现了一件 令人震惊的宝物 这就是当时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的景象 所有人都被震撼了 卢照应知道 汉代一直有用御衣炼葬的习俗 但是在之前的考古发学中 只出现过一些零散的玉片 而完整的玉衣从来没有人见过 眼前的这件玉衣是用金丝和闪亮的玉片连坠而成 特别的奢华精美 卢照应的心里激动极了 他说自己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个时刻 我们把这个堆积关锁堆积清理完了以后就发现了 一个完全跟人的形状一样 从头到脚 就是他的练符 是个跟人体的形状完全一样 而且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过去的玉衣都是散的 但是这个玉衣是完整的 因为金丝不会烂 据古书记载 汉代帝王下葬都用诸如玉匣 形如铠甲 用金丝连接 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丝玉衣 为了便于对金丝玉衣进行修整和复原 卢照应他们决定将玉衣原封不动的取出来 但玉衣上的玉片都是散的 要想把玉衣完整的取出来 卢照应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这个玉衣分成两段 就是上身给下身 然后用铁丝从这个玉衣的底下穿过去 那玉间的作为一个木框 木头间的木框 然后用铁丝一个一个穿下去 中的横的都穿下去 然后整个把它取出来 换在这个玉天做好的木框里面 随着玉衣的取出 管管内更多的玉壁玉环等玉器也展露了出来 但让卢照应疑惑的是 玉衣里并没有发现尸骨 木主人的尸骨到底在哪里呢 用玉伴随死者一起下葬 这种习俗其实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 而到了汉代达到了顶峰 那个时候不仅有玉衣 还有玉覆面 我们在这里呢 按照玉覆面的样子 大概的做了一个模型 玉覆面就是用玉拼出死者的眼睛 鼻子 嘴巴和耳朵的形状 伴随死者一起下葬 之所以用玉衣和玉覆面伴随死者下葬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相信 玉可以使人尸骨不腐 灵魂不朽 除了古书中的记载 后世的人并没有见过金驴玉衣 制作玉衣的过程非常复杂 先要按人体不同的部位 设计出不同大小和形状的玉片 经过工艺复杂的十多道工序 然后再用金线把玉片连接起来 做成一件完整的玉衣 考古人员后来统计出了 他们发掘的这件玉衣 共用了2498块玉片 大约1100克金丝 据推算 制作这样一件玉衣 要花费一个玉工十余年的功夫 它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 玉衣的玉衣有三种 有金驴衣 有银驴 有铜驴衣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是皇帝才能够穿这个金驴衣 诸侯王给第一代的猎侯 可以穿银驴衣 其他的猎侯只能穿铜驴衣 所以既然出土的金驴衣 那应该就是诸侯王 而且我们看这个金驴衣 必须是刘氏 就是刘邦的后代 皇室贵族才能够穿这个驴衣 其他的官吏就是地位很高 甚至封侯了 如果没有皇帝特别赐给他 他也不能够穿金驴衣 所以代表皇室贵族的特殊的身份 因此这个对于这个确定 牧族人的身份是最重要的条件 一次空前的发掘任务 金驴千年的金驴玉衣 考古学家卢赵映 为您讲述发掘满城汉秘的震撼景 谁可以穿着这么奢华的玉服下葬 谁拥有这样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 牧主人生前有着怎样的故事 他死后为什么尸骨又不见了呢 这一系列问题都在卢赵映的脑海中萦绕着 但是问题的突破口到底在哪呢 在两汉时期 隋葬御医是最高等级的葬礼 没有朝廷的学科 即使地位很高的官员 也无法享用这个特权 曾经有一个宦官的父亲 穿了御医殉葬 被人家搞发了 结果木都被挖了出来 尸首被斩首 据史书记载 河北满城一带 因城中有山 曾有一个名叫中山的元国 在春秋战国时期 他在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 但中山这个名字 一直保护了下来 到了西汉年前 这块土地被分封给了诸侯网 封国仍被称为中山 满城河墓里面有许多统计都有名文记载 名文里面有中山户 中山内户 并且哪一年买的 或许哪一年造的 他都有纪念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出土的纪律 根据这些文献和出土的器物 以及统计他的名文 可以判断是中山王的 某一代王的 林墓 查阅古书得知 中山国有十个王 只有一个王在位时间超过三十年 但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名文中 都是三十几年的字样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确定 墓主人是第一代王 中山晋王刘胜 但蹊跷的是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 并没有发现尸骨 难道墓主人尸骸 放在了更为隐蔽的地方 花费了如此大量的人力物力 发掘的汉墓 难道只是一座衣冠种吗 这次所有的墓室都已经被打开 可是墓主人的尸骨 依然没有找到 这让考古队员们特别的诧异 赶到现场来的郭沫若先生 也表示不可思议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在御医的下面 是不是还有一层墓穴呢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还有哪些谜团 等待着被揭开呢 下期节目 我们继续关注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